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来看看观众朋友们都给我们留了怎么样精彩的留言 这个朋友潘登峰他给我们留言说 公义是邦国高举 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基督徒能不关心国事政治吗 掌控权力的人思维异化 人格变化 行为变态 就会败坏了整个社会国家 所以圣经早就警告世人 掌控国家的人不公不义是人民的羞辱 也是人民的罪恶 你选出一个撒旦的代理人就要承担自己的罪恶 警醒吧不要再沉沦 选举时要选出正义的人 不要选出无义的人 公义公义何等的重要 我觉得这个他讲的非常非常的好 各位看现在盖文纽森现在出的这些东西 你真的就知道说 这些所有的现在这些法案 然后加州的人被压迫 然后你的税金要去做其他的不公义的事情 真的就是要怪加州的人民 当时有一个机会可以把他拉下来 当时有一个机会可以把 真的是丧心病狂的一个人 让他从权力的手中脱离 然后我们没有把握 然后我们一群人在聊天室里面内斗 这个人是Rhyno 这个人是怎样 这个人是怎样 结果他就这样子顺利当选 然后继续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现在他们要做的东西 要让所有人的纳税金在加州变成一个 abortion sanctuary 随意堕胎 任何人来这边都可以堕胎 这个是什么样变态的一个想法 然后德州的心跳法案出来了之后 他说他要把加州的枪支管理也变成那个样子 就是说现在加州所有的 gun manufacturer 还有所有的gun sales 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被告 你如果去买枪的话 然后只要有任何一个人怀疑你的话 他就可以去告你 去做这些事情 这么变态的一个想法 这么越权的一个想法 这么不尊重生命的一个人 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 很多的保守派的儿女 觉得Gavin Newsom很好啊 很多的华人 觉得Gavin Newsom很好啊 像说什么 还有很多移民的律师 专门帮中国人办移民的那个律师 我之前听到的一个朋友 他在那个律师事务所工作 然后他的同事全是民主党 然后就说那个人就是要办公民嘛 就说那我这样可以投票了吧 那要选谁啊 然后那个移民律师就说 当然选Gavin Newsom啊 当然是选民主党的人啊 他们是比较帮移民 他们在乎移民 他们比较喜 移民来美国 他们是尊重移民的 结果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的法律就会变成 我不知道怎么讲 完全的压迫 所以你说像这种东西 跟基督徒有没有关系 跟基督徒太有关系了 前几天 还有人联系我 就跟我说 我是挺反感基督徒 讲政治这种东西 你说为什么基督徒 要碰政治这一块 你看看现在的情况 你不去碰这一块 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会变成更加恶劣的 你都快哭了 看起来 是吗 对啊 因为我觉得就还 因为我们做了蛮久了嘛 这个节目对吧 但是会遭到一些指责啊 就有的人说 你有什么资格去讲政治啊 你是谁啊 你做个YouTube 你以为你自己了不起了 你假基督徒啊之类的 那我那这个是比较亲近的人 对我的批评 那还有很多就是我们那个有收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就是还有人讲说 这个东西是偏离圣经真理的 所以我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 我心里是蛮难过的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好像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真的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 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或者影响我们整个世界的运转 那你说这个跟基督徒呢 非常有关系 因为如果你不清楚真理的话 你没有办法分辨的是对的是错的 我听过蛮多基督徒跟我讲说 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的想法 包括我跟Ethan 我们也因为这个东西 我生气过或者什么的 就是说那个堕胎到底什么能不能做 那现在我想法改变了 因为我之前觉得是说 我把我有一些逻辑概念的东西 有点混淆不清楚 原来的时候我是想说 那特别极端的情况是不是可以堕胎 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说那你如果不堕胎的话 你会给这个家庭带来灾难呢 然后这个小孩怎么怎么样 但后来我又听到很多的见证 这些小孩其实长大都变成神国里面的人 而且你不把他生出来的话 你没有 他未来的道路是神带领的 不是人带领的 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思想意念说 我杀了他 所以我的生活会变得更好 这个是完全一个错误的想法 所以之前也有人答话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跟他说 我说我之前也是这种看法 但是因为生命是神给的 所以人没有权利去杀 我就是把这些东西给讲出来 那讲出来很多时候其实你知道实话是一瞬间难以接受的 或者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往这个方面去仔细的思考过的话 以下这种东西是难以接受的 尤其是从中国来的人 他会觉得说堕胎是一种很正常的方式 因为你会从小看到电视里面 有各种各样吹捧堕胎的医院的广告 那都是让家庭变得更幸福的广告 说什么为了女人好 为了女人的身心领的健康 然后一个女的穿着白裙子在草地上跑 后面有个男的跑着抓他 然后把这个女的挤起来 然后说什么 那个什么堕胎医院请打电话 什么什么什么 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这个很多的思想意念 是比较难转变的 但是很多问题需不需要思考 的确需要思考 像这个加州州长的问题 或者是说在上掌权者 他做的这个事情 到底不符合圣经真理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的 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乱掌权的这些人 我们要不要抵抗 当然要抵抗 所以不然的话 我们就是在纵容罪恶 我们就没有按照神的真理去行事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而且不只是在国会 或者是总统 或者是州长这些东西 就连在教会里 以不好的方式来掌权的人 都要起来抵抗 你不能说 这教会以何为贵 或是怎样怎样之类的 不正义的东西就是不正义 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要帮他找任何的 借口 对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 那个真基徒徒 假基徒徒 经常会用这种话去批评论断断人 对 其实我不觉得说 我们早上还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什么样的人叫做 看起来像是真基徒徒 因为有人说我不像基徒徒嘛 那我就想说 那什么样的人 是像基徒徒呢 是不是就是你 你看到所有人 然后都居于一个90度的大宫 然后都永远笑呵呵笑呵呵的 是这种人是看起来比较像基徒徒吗 然后就是假冒伪善啊 说穿的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的人就算是真基徒徒嘛 每一个人都是笑面糊 然后表面上在教会 我看过那什么基徒徒夫妻 上一秒在车上吵架 然后要把对方杀死 然后那个门一开 哦平安平安 然后什么什么 对 然后这个东西还有上新闻 因为那个爸爸最后 把那个妈妈打死了 用枪打死了 真的哦 对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我知道我常说就是 你一个人快不快乐 是处于你自己心情的一个 自己一个心情的一个调试 对 但是你假冒伪善 你就是没有办法 你常常听到在教会里面 很多人就是 啊 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背后在那边 你知道那个人怎样怎样怎样 很多 对 那像我的话呢 我就是完全不在乎这个东西 我会不会在背后讲这个东西 我基本上不会 因为浪费时间 对 我大部分都是直接跟那个人讲 然后那个人愿意接受就接受 那个人不愿意接受就不接受 是 然后假冒伪善的人在教会特别多 例如说选举之类的东西 关于政治的东西 每一个基督徒都打着正义的张旗 自己在那边讲说 我们怎样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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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其实发生什么事 还有这些法案什么东西 其实他们都没有看 然后根本就不知道 然后就听了什么 网上的某些人 在那边讲的那东西 然后网上那些人 也没有真正把证据 还有那些东西看清楚 然后再给他 所以说 基督徒不能懒 你一定要自己去 find out 然后自己去了解 you gotta eat solid food 你不可以在那边听 当别人喂你 所以这个是 我们人生中 最近发现 就是我发现 真的是在 我自己的自身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也是 我相信是所有人 大概都会面对吧 因为作为人的话 就是自己会有很多很多问题 所以像 这种情况下 然后包括像世界 这样运行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 从里面去拨乱反正 然后怎么样找出 神给我们公义 正直的那条道路 继续去走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基督徒的声音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下一个留言 政府用人民的纳税 钱赞助堕胎 堕胎 非正常医疗需求 凡堕胎 也包括医疗 以及意志的考量 堕胎即是 个人的意志展现 自己要负责 掏腰包 不也是应当 州长脑袋有毛病吧 州长脑袋就是有毛病 对 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 已经变成了执政者 会想出各式各样的方法 来讨好左派了 是 还有我们的电影 我们的娱乐也是 你看现在 最近出的那个什么 Immortal 我没看啊 因为我拒绝看这个东西 然后我看了之后呢 里面就是 一堆被创作出来的神啊 或是永恒族 然后他们里面又是LGBTQ的人 然后又是什么东西的 然后呢 两个 一个黑人的gay 然后呢 跟另外一个人 然后有一个小孩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乱成一团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世代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promote的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社会在吹捧的一个东西 那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台湾 我很不愿意讲出来这个东西 嗯 那中国大陆进播这个样子的片子 对 中国大陆进播这个样子 违反常理的片子 这个东西 我们既然是要跟中国大陆 一个全部左派的政府 但是美国竟然没有一个尝试可以去 跟中国一样 this is so shameful 因为中国这些码人还有基本尝试嘛 就觉得男人就该像男人 女人就该像女人 所以他们现在也呼吁说 男人要有阳刚的气质嘛 说不要把男生搞得像女生一样 对吧 这些都是比较应该做的行为嘛 如果说你长得跟我这样子 就是天生有点像女生的话 那你就拿枪啊 对 我枪一堆 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是男人 对 所以就是不管你连长像没有女生 你只要身上跨一堆枪 然后就像 嗯 爷们 神经病 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太过分了 OK 政府要用我们的纳税钱去堕胎 等于说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要把你的钱拿去资助堕胎这个东西 因为你必须得交税嘛 对 所以说如果说各位有方法 或者是知道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去申请 我们拒绝赴税的话 我知道有一个反战的那个东西 你是可以拒绝赴税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 如果我们不同意这个样子的法律的话 我们能不能去 喝止我们的钱拿去杀人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也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拒绝拿我的钱去屠杀小孩 我不想要我的钱拿去留无辜人的血 This is so wrong and this is so nasty 他说的没有错 堕胎这个东西就是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做爱是他们要自己做的事情的话 那么堕胎就是应该他们自己要负责的东西 他们如果要堕胎 他们如果要残杀的话 就是应该要自己去弄 然后这次Gavin Newsom 又是旅馆 又是住宿 然后又是那个把他们飞过来之类的 都给交啊 天理何在啊 天理何在 Gavin Newsom什么时候请你去哪里玩过 Gavin Newsom什么时候请你去做什么手术 对不对 你要割个双眼皮 OK这也是你个人选择吧 对不对 他有没有出钱之类的 咱就别说双眼皮了 咱说一些必要的手术 盲长岩 你给不给我套钱 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三个朋友啊 他说原来变性的男子是按荷尔蒙的含量测定 才变为女性的 突破盲戒啊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有很多那种视频 你们一个大老爷们啊 虎背熊摇的 蛮腿腿毛 穿着裙子 蹬着高尔鞋 就去了 出去溜达去了 还非得让人管他叫女士什么的 所以就是你可能根本连针都不用 This man 对啊你可能根本就连针都不用打啊 你只要认为自己是女的 你就是女的啊 所以这就是左派跟包手派最大的差别吧 包手派讲事实讲根据 对吧 但是左派呢就讲感觉 嗯 我感觉怎么怎么样 如果包手派就出来 你别感觉啊 咱们123括号条列出来 左派撑进了 哼你胡说八道 你造谣 你不是科学 我有认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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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医学报告说 哦这个样子这样这样那个我就是个女人 然后什么心理什么什么 真的 我不知道医学院是怎么样 train他们的医生啊 不是就是这些医生好像念了很多年之后 突然念到什么PhD 然后工作了之后 连男人女人都分不清了 对 越念越越倒退 对我有一个朋友 他家生小孩的时候 然后小孩出来了嘛 然后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 Do you want me to announce the gender of the baby 啊 然后那个我那朋友说 If you can't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be my doctor 就是 你 医生已经完全失去尝试了 不是说瞧不起医生或是怎样 但是这些高阶层的这些专业人员 已经完全的没有尝试了 然后什么东西都是用 他是说荷尔蒙嘛 对不对 就跟我们一开始说的一样 任何东西都有科学一个定域 对不对 就是 但是X chromosome跟Y chromosome 只要是XY就表示他是男的 XX就是女的 可笑的是 在那个影片里那个男的啊 全身上下只有他的稿丸里面 可能有X的那个 chromosome 全身上下都是XY的 chromosome 所以说你就知道说 他就是一个男的 如果说你考古学家去考古的话 他就是一个男的 你都比如说考古哪天他进院了 他还得按个男的去处理啊 别管你穿裙子穿高是些 对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左派可以扭曲 思想的一个方法 就跟你说 这个是科学报告啊 这个是他心里弄出来的这个东西啊 他的稿同数 还是同稿数没有这么高啊 然后他就是个女的了 就是我不知道这些专业人士是怎么样想出来这些理由的啦 然后他们真的是很天才 可以就是每天在家里 像你每天回家的时候你都在想什么 每天回家 对 我每天回家就是想一想什么新闻啊 然后想一想什么 明天要讲什么啊 要想什么新闻稿之类的 对或者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啊 比如说要成岛会呢 我要准备一下稿子啊 比如说什么什么 要不然就是一些什么打扫房间呢 整理这些东西的 呀 那其实你想想看这些人每天回家就想说 哎 我要怎么把一个男人 然后呢 证明他可以是个女的 所以就是想了一万种方法证明不了 然后就只能说啊 他觉得他是就是啦 对 所以说这个社会是一个变得非常病态的一个社会 然后这么简单的常理 竟然是没有人可以 出来指证说 你说的东西是错的 对 你如果说这东西是错的话 就会有人说 你是不是歧视 你是不是没有爱 你是不是不是基督徒 对 因为不是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发现就是 当你跟一个人真正开始一个对话的时候 你如果跟他摆事实讲道理 他说不过你 他就只能变成人身攻击 对 就会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这个对话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你就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认识一个人 他真的就是讲说 你们基督徒好虚假哦 然后呢 对于这种东西 对于变性能这些东西 你们完全不接受 然后呢 完全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试图要帮助他们 我们帮助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们事实 不是说那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 把错误的东西放在别人的脑子里就是在残害别人 这个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 如果说那个人还是个基督徒 然后呢 他就说我们这些 我开始做这个新闻之后就说我是假基督徒 因为我没有爱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说出事实 然后如果说像这个男的的话 你就是要讲出来说他根本就不应该参赛 然后他根本就不应该说自己是女的 如果说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女的话就要去精神病院 对因为他是心理精神方面有问题 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不觉得自己是个人 他觉得自己是个狗熊 或者觉得他自己是个老虎 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应该去精神病院 如果说哪一天你要是开始觉得说 啊我不是男人 我是个女人 那你也要赶快去精神病院 因为这个是等于你以为你自己是狗熊 你自己是老虎是一回的事情吗 不是生理方面出了问题 是心理方面脑子出了问题 哪儿的病就去哪儿治 这样才能快速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嘛 那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说很多这个狗熟说什么 你这个不是爱呀 说如果你说这种话就不包容 不是爱呀 这个其实问题出在哪儿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就是对圣经的理解啊 对神话语的理解 有很多时候不光是说 我读圣经 我读完了我就知道他这个故事讲的是啥了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那样没有用 你把故事记录了过两天你又忘了 说哎这人在里面干嘛来着 就是其实呢并不是说只是一个故事的问题啊 不是说谁干嘛来谁干嘛来一个小说而行事的东西 其实神有很多隐藏的话语在里面 有很多属灵方面的意义 这个是我们真的要脚踏实力去学的 因为不学的话 你就是不知道神到底在说什么 对你不学的话 你就是不知道这些东西应该怎么去理解 这就是最 呀 最明白的一个事实吧 然后我相信各位每个都有经历过就是 呃你已经读完过一遍圣经 然后两遍圣经三遍圣经啊 然后呢 牧师在上面讲个什么以赛亚书的那种 然后你就 蛤这个地方在哪里我忘记了 我没读过 我怎么没有记忆 所以说 对 你看我们都有缺陷 然后我们都没办法把整个东西记起来或是怎样 所以说你不要听到了就是什么约翰福音说什么 你对每个人都有爱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你就可以把说这些东西都包括在爱里面 你如果说不知道什么是爱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爱 对啊 是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哈 那我们大家呢 每天都在神的里面 得到建造 然后得到神话语的领娘的喂养 让我们每个人呢 把圣经神给我们的这一本书 好好好好好好的把它吃透 花多一点的时间去研究每一个章节 这样是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有益的事情哈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接下来呢 还是神奇穿播为我们大家提供的 西洋豪杰爱神粥 让今天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感人的故事 到底过去都发生了什么 这些外国人可以有这样的爱来到中国来帮助这些中国人民 好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是Eter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个很有学问的商人 他看起来完全不会为任何事情烦恼 但是他并不快乐 常常一个人苦苦思索着人生的无常 不知人死后究竟会怎样 黄泉路上那迷一样的未来 令他感到恐惧不安 请问里面是做什么的 那是一间耶稣堂 里面住个洋人 每次摇灵 就是要聚会了 哦 那我要进去看一看 创造宇宙的上帝 爱世上每一个人 圣经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永生 这不是我多年来 一直思考 却想不明白的事情吗 因为神差大的儿子像是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耶稣基督爱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 李先生仔细地听着 台上戴德生所传讲 关于永生的道 在听到的过程中 他的内心深处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强烈感受 原来 这就是他 一直在不断寻找的真理 原先的忧愁 困扰 竟然一扫而空 我终于明白了 我苦苦寻找真理已经很久了 只是一直都找不到 我仔细研究过 儒教 道教 佛教的各种说法 但都不能解开 我心中的疑惑 今晚 我终于找到真理了 从现在开始 我要相信 耶稣基督 戴先生 谢谢你来中国 告诉我们有关耶稣基督 僵尸救人的好消息 我在很小的时候 就听过你们国家的事情 很想告诉你们 耶稣基督的救恩 请问你们英国人 认识这救恩有多久了 嗯 大概有几百年吧 什么 几百年 为何你们到现在 才来告诉我们呢 先父寻求真理二十多年 一直到死都没找到 可惜呀 你们为何不早来呢 戴德生二十五岁时 在宁波桥头街讲道 听众中 有一个人名叫尼永发 他是宁波的棉花商人 也是一派改革服救的灵袖 当他听完戴德生的讲道之后 毅然决然地 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即使拥有许多的财富 学位和名望 之中难免一死 死后要往哪里去呢 这曾是你先生多年来 寻找不到的答案 你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 人有不朽的灵魂 今生不过是 永恒生命中的一小段 何处将是你永恒的归宿 今生若没得到永生的福分 真是空度人间梦一场啊 每个人都有永生的渴望 只有耶稣基督能赐人们永生 每个人都要活得有意义 只有耶稣基督使人生有意义 永生不是活到一千年 不是活到十万年 而是在神的国度中 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被神的大爱 和难以形容的喜乐所围绕 但你周围的人 得着这永生的福乐吗 主啊 求你帮助我 跨于艰难 寻回 走向地狱的灵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